伯彌弗 阿弥陀佛 伯彌弗 大师 本寺今日有要事 不招待外人 请大师恕罪 敢问两位师傅 这座宝刹叫什么名字 大师是初到中原吧 竟不知道本寺的名号 不过大师应该听说过少林寺吧 原来这就是少林寺 两位师父告诉你们一件小事 什么事 从今往后 天下恐怕就再没有人知道少林寺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 少林寺 今日之后中原武林就再没有人知道这块招牌了 天主大德 中土高僧相聚少林讲问武功 实乃盛世 不知小僧能不能做个不速之客 在旁功林高剑呢 高人驾临必似不胜荣幸 吐蕃山僧纠魔智 参见少林寺方丈 国师亲临少林老衲有失远迎 本寺正在处理一些内部事务 还请国师先到宁宾殿稍候 小僧不才 但我远道而来 少林寺的内部事务任何时候都可以处理 小僧听说少林寺七十二门绝技 未必有人每一门都能精通 听国师的意思 当今世上还真有人精通必派的七十二门绝技 不错 那么请问国师 你说的这位大英雄又是谁呢 大英雄几个字 实在是魁魏感张 你说的是你吗 正是贫僧 国师 你不是少林寺的人 这七十二绝技中的魔科旨 班落掌和大金刚拳 从不外传 国师如何学的 小僧不敢口出狂言 还请玄生大事你指教 大金刚拳 大金刚拳 好厉害 谁啊 班落掌和大金刚拳 班落掌和大金刚拳 三入地狱 这是魔科旨的招数 这不是少林七十二绝技 这是逍遥派的小无相公 小僧练得不好 还请大师指点指点 国师过谦了 阿弥陀佛 天外有天 人上有人 老衲数十年的苦学 与国师的武功比起来 实在是不值一提呀 千万多 善哉 善哉 方丈大师何必如此谦虚呢 只是我辈习义不惊 少林武功博大精深 我们还要勤家练习呀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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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帮纯和尚 王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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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弟 你看那小子好像得了花痴 到了山上那么大的热闹不堪 跑到路上找什么姑娘 海人各有一号嘛 你喜欢凑热闹 人家喜欢姑娘 我这算什么号热闹啊 看人家段王爷专程从大里赶过来 那才叫号热闹呢 全此方丈 少林七十二绝技 不过如此 那这个绝字 是不是要改一改了 国师果然神奇 就不必要再咄咄逼人了吧 其实依小僧之见 少林寺不妨今日起就散了 各位高僧各奔虔诚 难道不比在这个浪得虚名的少林寺中 混日子要好得多吗 来来来来 那这红热闹呢 国师想以一人之力灭我少林吗 不敢 不敢 小僧今天只是想见识见识中原武林的泰山北斗 到底如何庄严宏伟 以小僧看来 少林寺还不如大理国的天龙寺 出家人没有争强好胜之念念 我是说少林寺不如天龙寺也好 天龙寺不如少林寺也好 正所谓佛无南北没有差别可言 九木玄机大致的年花池练得出神入化 今日有幸得见是小僧的独奋 我都可以死吃 你都不想找到这一刻 太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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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运气 太师傅 我使得念花之功 如此了得 老衲 太师傅 他使得不是念花之功 也不是佛门武功 孩子 是念花之功 是念花之功 小和尚 你说念花之不是佛门武学 那少林绝技都是什么 我玄技太师傅使得念花之 自然是佛门武功 你 你使得那个不是 好功夫 你来接我一招班若掌 好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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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接我一招班若掌 好功夫 好功夫 小和尚 我今天来到宝刹 是要领教少林武功的 小僧资质愚钝 少林功夫只学了一套罗汉拳 一套维陀掌 都是少林的入门功夫 要是这样你就退下吧 虚主 虚主 你是本派的第三代弟子 按说你没有资格和吐蕃国第一高手过招 但是国师万里远来 良机难得 你就用你的罗汉拳和维陀掌 请国师指点几招吧 是 国师 国师 小僧得罪了 国师 小师傅 服了吗 少林连环腿 靠内力 你怎么老用黑虎偷心这一招啊 引然梦刀法 他真会这么多少林绝技啊 贵伦师兄 虚偷的功夫是跟谁学的啊 虚偷的功夫是 就我也不知道了 如影随行腿 如影随行腿 可可 龙爪公 对 正是少林七十二绝技中的龙爪崩 过世 手下留情 我可求她 慕容田 这些东西通袭实在不能成体统 不让你的东西 对了 不要杀他 是 少林寺你多打扫也就算了 怎么还藏我女色 百年圣玉原来如此 今天我可是灵教了 少林寺戒律森严 必会秉公处置 此事与国师无关 国师一路奔波劳碌 请先往客舍休息 待老衲查明真相 国师 请 未来 虚竹 善犯 杀 银 昆 酒 四大戒律 罚当众重打一百棍 多谢太师叔慈悲 弟子虚竹愿受责罚 你擅自学旁门武功 从此以后 你就不是少林弟子了 弟子死不足心 敢请太师叔 我要助我出事 你既为逍遥派的掌门 又为飘渺风灵鹫宫的主人 应当初四还俗 不能再做佛门弟子 少林寺对弟子恩义深重 弟子不孝 有父忠为教诲 忠为师父的教诲 弟子永生无望 慧伦 弟子在 你身为虚竹的授业师父 没有好好教诲 责无旁贷 罚你授杖三十棍 弟子知错 愿受责罚 太师叔 弟子愿带师父 领授三十账罚 既然如此 虚竹受账则一百三十棍 虚竹现在还是少林寺的僧人 出寺之后 你就是逍遥派的掌门 灵鹫宫的主人 与本寺在无瓜葛 本寺上下 须加礼敬 皇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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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禀皇帐 江湖戈鲁鲁英雄几大帮派 闲来拜山 走 看看去 行吧 徐朱万法没有高下 在哪里修行都是一样的 从今以后 一定要记住诸恶末座 众膳重计 回僧坊收拾收拾 下山去吧 是 弟子想受完账则 再下山不迟 快点 皇帐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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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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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姑娘 这点太凶险了 我背你出去吧 我也没受伤 也没给人点穴道 我自己会走 再说 表哥武艺高强 他会保护我的 王姑娘 你看 我父亲在那里 他也来了 宁尊是从大理来的吗 你们父子 好久都没见面了 对不对 是啊 王姑娘 我带你去见我父亲好不好 他一定会喜欢你的 我不见 为什么不见呢 王姑娘 你看 我二哥虚竹也来了 还有 那个男孩乐神 是我徒弟 听寿派丁春秋 你来我少世山是要向我少林派调信 各路英雄 请作弊上官 看我少林如何抗击西来高人 表哥 怎么样 没事吧 少林自称中原武林首领 依我看 实在是不值一提啊 就是啊 星宿到现在了 天下不明 只有星宿才是正国 此外才是邪不而来的 觉醒哏 张大哥 这里好像有很多人啊 好像丁春秋和他的虾兵骑将都在这儿 不错 他们的确来了很多人 太好了 省得我欠你条条去兴计坏杀他们了 那不是阿子吗 那好像是咱们的女儿阿子的 看不清了 好像是阿子 阿子 别急 当门派 兴修派的弟子听着 本门规矩 谁的武功最高 谁就是掌门 谁有能耐 谁就可以当掌门人 丁春秋已经是我手下的败将了 他已经给我磕了十八个响头 难道他没告诉你们吗 丁春秋 你身为本门的大弟子 怎么可以欺失灭族 隐瞒失地呢 哈哈哈哈 傻子 本派掌门人确实是谁的武功高 就让谁来做 你既然把大棋都竖起来了 应该说 还有点真功夫 傻子 过来 接我三招 放开 我是个阿子比武 你凭什么插手 来 师父 走 在老仙面前撒野 你饶死 庄俱贤 你是丐帮的帮主 为什么不用你们丐帮的功夫 反而用我们星宿派的毒工呢 这 本帮姓氏一下以仁义为先 庄帮主怎么能在天下英雄面前 使出这样的邪空呢 就不和星宿派同流合污了吧 是啊 要是乔帮主还在就好了 丁老怪 庄帮主可是我的护法 你打败了他 再来跟我决战也不迟啊 至于这星宿派的功夫嘛 当然是我教的喽 抓住手 抓住谁 你再动我就使腐蚀毒工了 你不想让他死 你就饶了他吧 他是本派的叛徒 我不杀他杀谁 你已经弄下了他的双眼 求你放过他吧 我会重重谢你的 要我不杀他也容易 你必须答应我几件事 答应答应 一百件 哪怕一千件也答应 他怎么 这样 马上重归我门下 做我的弟子 是 弟子游 弟子装剧衔给师父磕头了 我帮审天下一大方格 你帮主怎能卖星球老怪为师呢 是 是 师父 你别杀他 别别别别杀阿子 师父 弟子装剧衔为你上刀山下荣物 真是太不曾大火在所不辞 师父 装剧衔 你马上就去 把少林寺的方丈给我杀了 可 可我和少林方丈无怨无仇 你竟然敢迷抗师命吗 我怕我杀了他 不 师父 我去 少林寺宣慈方丈听着 少林派是武林各门派之首 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 今日咱们要分个高下 胜者为武林盟主 败者服从武林盟主号令 不得有为 天下各路英雄好汉 有哪位不服 尽可向我武林盟主挑战 丐帮和少林派有数百年的交集 从来没有伤过和情 不知庄帮主今天为何前来挑衅 各路英雄都在这里 是非取之自有公论 老纳又一事不解 还要请教 什么事 庄帮主已经拜金先生为师 那自然算是星宿派弟子了吧 这 这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与你无关 星宿派乃西域门派 不是我大宋武林同道 我大宋力不力武林盟主 和星宿派无关 就算中原武林要推举一位盟主 也和星宿派的弟子无关吧 不错 少林方丈说得很有道理 怎么推出我们中原武林的盟主 就是 不行 阿弥陀佛 庄帮主 既然你非要老纳出手 老纳也只好不顾及少林和丐帮 数百年的交情了 天下英雄今日人人亲眼目睹 我少林绝无和丐帮争雄斗胜之意 只是丐帮帮主步步相逼 到那退无可退 必无可避 比武较量 强存弱亡 说不上理亏不理亏 动手吧 庄帮主 你的话和丐帮数百年的人侠之名 太不相衬了吧 要打就打 那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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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精秀派的邪门武功 不是降龙十八掌 对 和少林派比武 不能是邪派功夫 帮主 你应该用降龙十八掌 用外门邪派的功夫 用我们丐帮人的脸 对 我应该用降龙十八掌 降龙十八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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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秀神功 比那降龙十八掌要强得多 你就用星秀神功 给我把那老徒驴杀了 谁说星秀邪功 能够受过降龙十八掌 是降龙十八掌 是ub.» там 有关 ay 八掌 隆 一 不是 火 走 走 剑锋 剑锋是你吗 快救我 来 兄弟 不要冲动 快救我 ushing 匹难 操作 重提 来 好功夫 先铁先帝 这道是降龙十八掌中的 抗龙有毁 这道是降龙十八掌中的 这道是降龙十八掌中的 抗龙有毁 姐夫 姐夫 我等了你这么久 你 你终于来救我了 阿子 让你受苦了 是姐夫不对 姓乔大 你中了老仙的尖术 不出十天 你就会全身化为农喜而亡 你信不信 对 对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啊 对 你立即向老仙推打求饶 没出道下肯定找你长命的 对 你上来了 你上来吧 你上来吧 你放下阿子姑娘 你是什么人 在下 是丐帮 帮主 庄 庄帮主 你已经败入了新秀派的门下 怎么能再当我们丐帮的帮主啊 对 新秀派的帮主 新秀派的弟子 是你怒下了阿子姑娘 你已经赶紧了眼睛 不不不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建夫 建夫 阿子 建夫 我的眼睛 是丁春秋那个老贼弄虾的 你赶紧把他的眼睛挖出来 给我报仇 阿子 阿子 大礼关王爷 令爱千斤在此 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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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赐你父母 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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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夫 阿子 阿子 建夫 阿子 阿子 姐夫 姐夫 你们待会儿去 好好管教吧 姐姐 姐夫 怎么说 这盲眼少女 也是我父亲的女儿 父亲哪 我又一个妹妹 大哥 大哥 你进来可好啊 好兄弟 真是遗言难尽啊 没想到在这里碰面啊 姓乔的 你杀了我兄弟 今天让你血斩血厂 对 血斩血厂 你们要报仇 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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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出去求求你个恶贼 报仇 乔凤这个背心弃义的狗贼 人人共出之 不能让他活着下双石山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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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仇 兄弟啊 行事险恶 咱们以后再说 来 你先战截退开 山高水长 咱们后会有气了 大哥 你记得杰义师说过什么吗 咱们有父同享 有难同当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日死 大哥有难 做兄弟的既能苟且偷生 兄弟这番心意 大哥十分感激 不过这些人想要杀我 也没那么容易 小兄弟 你先回去吧 待会儿我再出手护着你 可不便应迪啊 你不用护我的 他们和我无冤无仇 不会杀我的 肖凤和咱们公子爷齐鸣 今儿一见 果真是英雄了得 胡老凤有意助他一臂之力 跟中原这帮五人 好好地干他一架 不错 果然让人佩服 我包不同也愿助他 表哥 这位肖大侠真是个英雄 咱们助他 南慕容 北乔峰 联手立抗天下殷豪 将来 也是武林中的一段佳话呀 你们忘了 我慕容父的志愿是什么 咱们要以兴服大燕国为第一要任 岂能为了一个消风而得罪天下英雄 公子 那我们该怎么办 手烂人心 唯我所用 肖凤 你是契丹英雄 但你使我中原众豪杰 有如无物 孤苏慕容父 今日想领教阁下高招 就算死在萧雄掌下 也算是为中原众豪杰 寄献一份梅魄之力 随死犹容 好 肖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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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 肖凤 肖凤 匆 肖凤 肖凤 算 顺 好了 好吧 卑鄙 爹 爹 快 快 快去救我姐夫 小枫 多谢你救了阿子伯娘 可是煞腐之仇不共戴天 今日 我们便来做个了断 我听出来了 他们是三个打一个呀 不要乱叫 不要乱叫 必要的时候 便会出手来 对 大哥 对不合 不合 等计全司弟子戒备 小枫这恶徒 害死了玄虎师兄 此次 绝不忍他活着走下邵氏山 是 阿弥陀佛 你 慕容赴 幸福装的丁老怪 你们三个一起上吧 我消防何卷 走 什么人 是不是我姐夫受伤了 阿子 阿子 别担心 萧大侠没受伤 拿酒来 是 你 来 大家拿酒 一起喝 来 给 拿 来 给 进来 来 来 拿着 好兄弟 接着 走 兄弟 你我生死与共 不枉结义一场 死也罢活也罢 我们再痛痛快快地喝他一场 好 好 来 来 等一等我 大哥 三弟 大哥 三弟 你们喝酒怎么不叫我 这位英雄是 这也是我的结义哥哥 出家的时候叫虚竹 现在就怕还俗了 当初 我们二人结义的时候 也把你拜进去了 二哥 快拜见大哥吧 大哥在上 受小弟一拜 我死在青柯 你不为监军挺身而出 足见是一个 重义轻生的大丈夫好汉 小枫能够和你结为兄弟 那是我的福分 小枫 今天能够结交 你这样的英雄好汉 真是太高兴了 来 今日 在天下众英雄面前 我气单人消风 和虚竹兄弟一劫进来 不求童年童业同日生 但求童年童业同日死 不求童年童业同日生 但求童年童业同日死 对 今日我们三兄弟 有大同的 两位好兄弟 这十八位气单武士 对哥哥是忠心耿耿 我们速来相处是青铜手足 我们通议之后就放手大杀吧 通议一场 放手大杀 来 走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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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二人招招凶劫 竟恐对方要害 但姿势却如此美妙 简直就像武党一样 好 语众若清潇洒如意 这样的武度我从来没见过 诶 王姑娘 这是哪一门功夫啊 这是哪一门功夫啊 诶 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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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武林盟主一席 便非我莫说了 那是朕必以后 大言欣赴也望 他只关心他表哥的安慰 他的眼睛 绝不会离开慕容公子 往我身上看一眼 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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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杀了萧峰之后 这仇恋帮助我变成了我的大敌 我要叫他们两败俱伤 我口口声声说 要和两位哥哥同患难 世道领导 却躲在人群之中 受人保护 这算什么义气 反正左右是个死骂 我虽然武功不行 但以凌波微步 也能和慕容副纠缠一番 让大哥腾出手来 先打退那个仇恋 慕容公子 你和我大哥齐名 就该当和他一对一的对招 怎么让人相助 就算勉强打个平手 岂不是让天下英雄耻笑吗 来 有不是你打我呀 老子 小孙子 老子 可 不 我死你 不 你要死要活 死有什么好 当然是活在世上比较有味道一点 你若想活 就叫我一百生亲爷爷 你又大不了我几岁 真不害臊啊 你叫不叫 表哥 三弟 你怎么不叫我一百生亲爷爷呢 不要杀我儿子 别杀我儿子 你奶奶的 我师父虽然不是个东西 但总也是我岳老二的师父 你打我师父 就如同打我岳老二一般 万一我师父贪生怕死 叫了你一声亲爷爷 你岂不是比我岳老二还要大出 一二三图 大出三倍了吧 实在是欺人太深 我跟你拼了 你奶奶 你是我师父的老子 我要是骂了你 岂不是乱了辈法 但你有机会 我一定要悄悄的把你脑袋刮的剪下来 岳哥小心 这是大力断尸的央旨 不可轻敌啊 岳哥小心 这是大力断尸的央旨 一里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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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 老公 仗向 起立 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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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 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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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王 向你的侠义为先 你身为一帮帮主 却和星宿派的一帮妖人 在一起同流合污 真是辱没了丐帮 数百年来的美名 主人 快让生死福 对付这个星宿老怪 生死福最具神效 姑娘接着 多谢大哥 主人 你给星宿老怪 重生死福 得用些酒水 好 主人接着 好 星宿老师 神东王的 这大叔一买啊 这贼人就死定了 大公子 手下留情啊 你 我先去世 曾经 我们去世 我 你可以误見你吗 我没法 他中了什么呢 你什么呀 你什么呀 不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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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账 收上五家公子 表哥 人家饶你性命 你却反下毒手 我消防大好男儿 却跟你这种小人齐名 杀你太丢人了 滚 表哥 你没事吧 表哥 有儿子没有 我上位婚配 哪来的儿子 你有祖宗没有 自然有 我自愿救死 与你何干 是可杀不可辱 慕容父堂堂男子 岂容你这无礼言语 你高祖有儿子 你曾祖祖父父亲都有儿子 就是你没有儿子 大燕国当年慕容客 慕容锤 慕容德 那是何等的英雄啊 却不料都变成了绝中绝代的无耗之人 愿者 成盟高任指点 慕容父 慕光短谨 大恩大德 莫知难忘 古来诚大业者 哪一个不立尽千辛万苦 汉高祖有拜登求和之困 唐高祖有祥顺突厥之辱 倘若都像你这么引见一哥 只不过是个心宅气下的苏汉罢了 还怎么谈得上功夫大燕果 我知道了 起来吧 小大侠武功卓绝 老夫十分佩服 今天也想跟你灵俏几招 不敢 起 走 请慢 恩公 你是谁 你又是谁 你在少林寺中一朵数十年 为了什么 我也正要问你 你在少林寺一朵数十年又为了什么 你我虽未谋面 但我认得你的身影 你的身影我也认得 这两个人怎么在寺里 已有数十年了 师兄 我丝毫不知 难道真有这事 我藏身少林寺中 是为了找一样东西 我藏身少林寺数十年 也为了找一样东西 这个东西我已经找到了 想必你要找的东西也应该找到了吧 否则的话 咱们三次交手 都没有分出胜负 尊家的武功了得 在下十分佩服 不用再比试比试 阁下的武功我也十分钦佩 我想就是再比试下去的话 只怕也难分高相 请 请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屈主 你去解了丁施主身上的悔难吧 是 谨遵方丈法旨 把阵养完拿来 是 似过来 新秀老怪 这可振养丸 可指三日之养 过了三日 取养又再发作 那时候我主人是否再次临药 要看你乖不乖啦 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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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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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秀公主人 英秀五蝶 我等小人 是 我等小人 我等小人 死心塌地 要被主人孝犬罢之牢 就天下五陵盟主一息 非主人莫属 对呀 只要主人下令 小人赴汤蹈火万此不辞 快 主人 这星秀老怪登出之火 居然也敢和日月争光 心怀叵测邪恶不堪 主人 你迅速将它处死 为世间除此败类呀 你们这些卑鄙小人 怎么将吹捧西秀老怪的 陈枪烂调 无耻言语 转而称说我主人 当真无耻之极 我说一下 是是 仙姑 立马花上翻新 包括让仙姑满意 对对 仙姑 花上月貌 胜过那西师杨贵妃 你们都给我滚一边去 仙姑有令 不得有物 快滚 是是是 快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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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安排法杖 是 法杖伺候 是 徐竹 你现在还是少林弟子 扶身受杖吧 弟子徐竹 身犯本司重戒 功领杖则 二哥 徐竹 二哥 二师叔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儿啊 儿啊 我是你娘啊 我 我娘 我 我 方丈 儿啊 我剩下你不久 就在你背上和屁股上 烧了九个界点相邦 你说 你屁股上是不是有九个界点相邦 我屁股上是有九个界点相邦 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是你的亲娘啊 儿啊 我终于找到我的亲生儿子了 我找到我的亲生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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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亲生儿子了 有亲生儿子了 你死吗 儿啊 二十四年来 我白天想你 晚上想你 我期不过别人有儿子 自己的儿子 却给天杀的贼子偷了去 所以 所以你总是偷人家 白白胖胖的玩来玩 玩高了之后就杀了他 原来你的儿子 也是被别人偷去的 可是别人的儿子 哪有自己亲生的好吗 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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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我娘 他是我的儿子 你不要再打他了 是哪个天杀的贼子 偷去了我的孩儿 害得我们母子 分离了二十四年 孩儿 我们走遍天涯海角 也要将他抓着 把他碎尸万段 剁成肉酱 我的武功敌不过他 可是我的孩儿 武功高强 能报仇血恨 你这孩儿是给人家偷去的 还是抢去的 你脖子上的两道血痕 从何而来 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的 你不认识我了吗 是你 就是你 就是你 不错 你儿子是我抢去的 你脖子上的血痕也是我抓的 为什么 这孩子的父亲是谁 不 我不能说 我不能说 娘 娘 娘你跟我说 我爹到底是谁啊 我爹到底是谁啊 我不能说 海儿 叶二娘 当年的事 你还记得吗 是我引诱了他 是我引诱了他 这个男子只顾及 他自己的生命虔诚 全部顾念 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 未嫁生死 处境是何等的凄惨 不 他顾及到我了 他给了我许多银两 他好好安排了我的下半身 可他为什么让你孤零零的 漂泊江湖 我不能嫁给他 我不能嫁给他 你真的不想说出 不轻无意的男子是谁吗 不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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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叶二娘居然也有一手 瞒得不错吗 我所示你子之中有他在内吗 倘若当真害得他如此 纵然在天下英雄面前生命扫地 我也绝不能丝毫亏待于他 这孩子的父亲 此刻就在这里 你为何不指出他来 不 你为什么在你孩儿的背上 屁股上 烧上那许多的借点香疤 我不知道 我 我不知道 你孩儿一生下来 你就想要他当和尚吗 不 不是他 我求求你了 你别再问我了好吗 你别再问我了 你不肯说 我却知道 是因为这孩子的父亲 乃是一位大名鼎鼎的高僧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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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儿 咱们走 这愁咱们不报了啊 咱们走 咱们走 且慢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叶儿娘 你不是想知道 我为什么抢你的孩子吗 是因为有人抢去了我的孩儿 令我家祸人亡 我这全是为了报仇 有人抢了你的孩儿 你是为了报仇 正是 我抢了你的孩子 把他放在少林寺的菜园之中 让少林僧将他抚养长大 受他一身武艺 那是因为我自己的亲生孩儿 也是被人抢了去 又是少林僧受了他一身武艺 你不想看看我的真面目吗 你到底是谁 你 你是我爹 对 孩子 我正是你爹 把插面给我 是 小远山绝笔 小远山绝笔 孩子 我那日 跳崖自尽 谁知将追在一株大树之上 竟得不死 这样一来 可死至一去 心中只剩下报仇二字 那天 在燕门关外 十几个中原高手 竟杀了你不会武功的娘 寒儿 你说此仇该不该报 杀我之仇 不顾待天 怎可不报 丰儿 当日 杀你母亲之人 大半 已经被我当场击毙 改邦帮主 汪剑通 赶病身亡 算便宜了他 只是那个大恶人 带头大哥 现在还活着 而且 就在这里 此人是谁 此人到底是谁 自己站出来 自己站出来吧 丰儿 那日 我和你娘 怀抱着你 到那姨父家 去做个亲戚 我和你娘 不料路径燕门关事 突然十几个中原高手 岳江出来 将你娘杀死 大宋 大宋和弃丹 速来有仇 互相四杀奔不足怪 但他们却联手来伏击我 丰儿 你可知道 这是为什么 我听郑王大师说 他们误信了弃丹武士 要到少林寺 夺取武学经典 所以当年你爹我 并无夺取少林武学典籍之心 他们确实冤枉我了 好 我萧远山 一不做二不休 你们冤枉我 我不能白凑你们冤枉 三十年来 我引申少林寺中 将你们的武学典籍 瞧了个遍 少林寺的诸位高僧 你们听着 有本事 你们把我萧远山杀了 否则的话 少林武功 非流入大辽不可 这带恶人 当年杀死我娘 还可以说是个误会 可是后来 他杀了我养父养母 让孩儿蒙受恶命 此人到底是谁 请爹指出来 风儿 这回你错了 我错了 错了 那乔氏夫妇 是我杀的 什么 是你杀的 我苦苦找寻的大恶人 原来就是你 原来就是你 这么说 我受山家庄 杀死谭公谭博 赵贤孙 都是你干的 不错 都是我干的 那身上的哭 当年带头在燕门关外 杀死你娘的人是谁 他们明明知道 却各个袒护她 就是不肯说出是谁 丰儿 难道孩子不该杀 丰儿 你可知道 我是扮成你的样子去干的 孩子 这也算是 咱们爷儿俩 给你娘报仇 赵令寺的炫酷大事 这也算是 秦守孩儿武功 十年中 寒暑不断 孩儿有今日 多亏暗时再陪 你却连他也不放过 这些南朝五人 个个阴险狡诈 有什么好东西 玄库 是被我一掌镇死的 是 杀我害妻 夺我独子的大仇人之中 有丐帮的帮主 也有少林派的高手 他们想永远隐瞒这种血腥的罪过 将我儿子变为汉人的杀 拜大朝人为师 做丐帮帮主的继承人 凤儿 他们这些中原人 对咱们的弃辱 冤枉 还不够吗 这些人既然是你杀的 便和我杀的也没什么分别了 我一直背负着这恶名 看来并不冤枉 带头大哥是谁 你到底查明白了没有 久不查明白之理 此人害得我家破人亡 我若将他一掌打死 岂不太便宜了他 他就是许竹的老子 叶儿娘 许竹的老子是谁 你若不说 我可说出来了 我在少林寺中隐厚三十年 什么事能逃得过我的眼睛 你们在紫云洞中相会 他就瞧婆婆跟你接生 这些事 要我一物一实地说出来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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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门关万一役 老衲铸成大错 众家兄弟为老衲包庇此事 又被你一一杀死 近日老衲以死相报 不算晚吧 玄四大事 你确实该杀 不过 我敬你是一代高增 我愿意和你一决生死 慕容博老师主 当年你假传音讯 说契丹高人萧远山 要来少林寺夺取五绝典籍 一致酿成种种大错 难道你就没有丝毫的内疚吗 阿弥陀佛 方丈大师 你的眼光当真厉害 居然把我认出来了 父亲 你还活着 父亲 你是为我大燕的江山 和慕容家的安全才要炸死的吧 不错 慕容老师主 老衲和你曾经交往好多年 素来敬重你的为人 那天你向我告知此事 老衲自然深信不疑 此后 错杀了好人 也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你 后来听说你英年早逝 老衲好生痛道 没想到你 慕容老师主 老衲听到你对令郎的劝导 才得知你姑苏慕容氏是帝王后裔 做谋者大 那么你当年假传音讯的用意 就再也明白不过了 只是你所图谋的大事并未成功 却白白地害死了许多无辜的性命 无事在人 成事在天 慕容老贼 你这个罪魂祸首 上来领死吧 父亲 诸位英豪 我知道 你们不想让我活过今天 但杀母之仇不可不报 我先去杀了慕容老贼 再回来做个了断 我们进去找公子 我们进去就道王一臂之力 截朕拦住 王姑娘 怎么着 少林乃佛门善地 非欧斗之常 各位请勿擅闯 胡说八道 非也 我看此处并非佛门善地 我看此处并非佛门善地 乃是专养私生子的风水宝弟 住手 露娜犯了佛门大戒 有伤佛门轻余 以本寺戒律 该当如何惩处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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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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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不 请 国有国法 家有家归 清明令狱之保全 不再求永远无人犯规 而再求世事暗律惩处 请各位应好止步 我宣慈犯了淫戒 与虚竹同罪 身为方丈 罪行加倍 执法僧 将我重重则打二百棍 少林寺的轻欲攸关 不得循私舞弊 方丈 方丈 少林寺的千年轻欲 岂能坏于我手 是 执法僧 用刑 别打他 别打他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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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不是佛门女泥 何罪之忧 行诈 优优独播剧場 杖刑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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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杖刑完毕